生孝龙,人们常说,龙凤成祥 鼠龙人在今年的运势会不断上升,万事大吉 无论在事业还是生活当中,几乎都不会遇到坎坷的事,大吉大利 在今年,他们正才旺盛,工作中出色的表现会让领导刮目相看 除此之外,偏财运也无比亨通,特别是清明节过后最有望大发横财 定要把握好时机,横财砸头,做梦也会笑 生孝兔,鼠兔人虽然在今年初有运势上的阻碍 但鼠兔人乐观的心态都能坦然面对,危机变转机 4月开始,吉星加持,能够逢凶化吉,成功解决各种难题 不仅如此,只要他们留心观察,还是会存在不少发家致富的机会 在清明节过后,鼠兔者运势最好,能够大展宏图,收获横财,横财砸头,做梦也会笑 生孝羊,鼠羊人在进入4月被好运包围,可谓是顺风顺水,无忧无虑 不仅在事业当中大获全盛,财源旺盛,而且生活中顺顺利利,和和美美,出入平安 因为有三大吉星同时保佑,所以在清明节过后,鼠兔人财运水涨船高,横财砸头,做梦也会笑 只要懂得理财,便能财库风龙 生孝猪,鼠兔人心地善良,助人为乐,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他们是非常好相处的类型 清明节过后,鼠兔人财运大放异彩,事业中顺遂心意,常常得到领导的肯定和器重,为自己带来了不少晋升机会 更让人羡慕的是,鼠兔人偏财运极佳 横财砸头,做梦也会笑,不过,还是不要心存贪念,以免是得其反 其实没有标准或最肯定明确的答案的,除非加一些前提条件 比如说,十二生孝生在哪个月份,或十二生孝生在哪个时辰等等 一旦加上了这些前提条件,通过十二生孝也是能看出很多事情的 毕竟,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存在很多的共性、普遍性 比如,某几个生孝的人就有这样的好运等等 那么,十二生孝的人归类起来,各有什么好运呢? 财运,肖猴,肖鸡,鼠猴和鼠鸡的人非常聪明 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聪慧,非常擅长做生意赚钱 总是能找到赚钱的机会 而且,他们有着天生的贵人运和旺盛的财运 所以,他们总能得到命运之神更多的眷骨 非常善于人际交往,一般都能够有所成就 事业上顺风顺水,财源广进 在投资或者是炒股以及在理财方面 都有非常好的运气 正财偏财样样出色 得到财神照顾,财运加深 事业运,肖牛,肖马,鼠牛的人拥有远大的理想 并且有恒心,坚持不懈,脚踏实地 这些品质对于成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而鼠马的人头脑聪明,大多外貌出众 气宇非凡,能力超群 再加好的运势作为基础 注定大展宏图,出人头地 他们在事业上如鱼得水,势不可挡 贵人运,骁龙,骁虎,鼠龙和鼠虎的人任性很强 生来就颇具领导气势,他们人缘很好 身边的贵人本来就很多 天生贵人运旺盛 不管做什么,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 十分幸运,不管是工作中遇到了难题 还是生活中遇到了挫折 贵人们总会及时出现 帮助他们化解难题 有了贵人相助,大事小事皆可迎刃而解 爱情运,消兔,消蛇 鼠兔的人温柔体贴 鼠蛇的人性感神秘 从生肖命理来讲 肖兔和肖蛇的朋友们有红卵桃花入命 桃花运爆棚 单身者容易遇到情投意合的异性 充满魅力和吸引力 备受身边异性的瞩目 已婚者与伴侣相处融洽 感情稳固,幸福甜美 生活和和美美 健康运,消猪,消羊 鼠猪和鼠羊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 他们能吃能喝 从来不会有什么烦心事 哪怕就是他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他们自我安慰能力和调节的能力也非常高 心态很好 笑口常开 自然能够长命百岁 而且爱笑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 他们身体健康 无灾无难,福运多,财运多 子女运,消鼠,消狗,鼠鼠和鼠狗的人 为人善良,擅长打理家庭 他们很会教育孩子 他们的孩子都会在他们的教育下 学业有成,事业有成 与子女原生 他们的孩子多半都很孝顺 能够出人头地 所以家财兴旺 子女成才,生活顺心 后福享不尽 恭喜你咯 欢迎把这篇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吧 沾沾喜气吧 菜根坛中有一句著名的话 性造心粗者 一事无成 心和气贫者 百服自己 这句话的意识是 粗心大意的和性情急躁的人 会一事无成 而心平气和性格温和的人 好运气总会降临到他的身上 而这句话也是曾国藩的警句 并被作为座右鸣写在书桌上 他想用这种方式提醒和告诫自己 做人处事必须要保持这种心态和性情 这样既可以避免无端祸害 也可以和气康泰 既可以保持有好运气 也可以增福吉福 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有益 有一些人总喜欢去算命先生触问自己的情况 想知道自己今生什么时候才开始享福 其实 这一问 却容易给了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在这指定的年份之前 是没有福气的 还是守住等住吧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人的福气怎么会像 算命那样说 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这福气从何而来 福气怎么会从天而降呢 其实 福气是靠自身修来的 福气可以通过言行举止 行善积德而来 有福气的人 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 他们有以下三种特征 看看你有没有呢 一 言语和气 陈希仪写过这样的警示语 居家借征送 送则忠凶 处事借多言 言多必失 如今 我们总是看到争吵打架的新闻 证明很多人不注意和气 容易冲撞于人 其实小到个人 大到家庭 都要尽量避免口角和祸端 人们就是不注意言语 殊不知一出口 就容易得罪别人 招惹了祸患而不自知 当祸患离自己 或者家庭近了 福气就远了 二 善良 一个人如果经常做善事 可以从他的面容中看出来 因为一个人做的善事越多 别人受他的善意和恩惠也越多 他人也同样将这一善意和祝福 反馈给做善事的人 王阳明 他总是劝人要怀有善心 要知行合一 他身份尊贵 学子们都已成为他底子而自豪 证明他个人是非常有福气的 他在书中也曾提到 为善虽人不知 积之积久 自然善机而不可言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做善事越多 福气也会越多 三 勤俭 勤俭可以很好的惜福 因为我们如今所拥有的 是以前修来的 很多人对自己如今所拥有的一切 是为理所当然 十位大错特错 当有一天 人福报用尽的时候 就像干涸的河水 完全无法滋养周边的植被 泥土均裂 植被自然也枯萎死亡 所以我们应当像珍惜水资源那样 珍惜自己现有的福气 再慢慢积累更多的福气 个人乃至家庭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滋养 家族才能兴旺起来 曾国藩也说过 能勤能俭 永不贫贱 如果我们不是出于富贵之家 那勤俭也可以帮助自己积累福气 兴旺发达 一个人有这个勤俭的特征 自然也能慢慢有福气